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姐 姐姐 你怎么样 好点没啊 我没事 是楚颜哥哥出事了 楚颜 他怎么了 你看 我先出去一下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 我先走了 你照顾好自己 你怎么安全啊 小心点 好 麻烦您了 王队长 那我们就先走了 明天还需要您来警局配合调查 好 楚颜怎么样了 新闻说病房失火 他是不是又受伤了 你怎么在这儿 楚颜人呢 我去找他 沐沐 楚颜已经不在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会说玩笑了 这一点都不好笑 我去找他 是真的 警方已经立案调查了 警方已经立案调查了 我不信 这不可能是真的 你骗我的对不对 我也希望这一切是假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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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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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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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对女性的手势平时不怎么注意 所以恐怕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我可以提供给你们一份 跟楚燕比较亲近的女性的名单 谢谢您的配合 王队长 王队长 我也没帮什么忙 如果案子有什么新进展的话 告诉我一声 看我能不能帮助你们提供一些信息 好 等我们找到了耳环的主人 会第一时间联络你 老板 你刚才能帮助你们一顿 我刚刚看到警察来了 我刚刚看到警察来了 是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睦睦 你是不是丢了一只耳环 我是丢了一只 你怎么知道的 另外一只还在吧 给我看看 就是这个 有什么问题吗 睦睦 在事发前 你有没有戴着这副耳环 见过楚颜 楚颜住院前一天 我有和她见过 耳环也是在那天丢的 这个 和楚颜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在失火之前 医院的监控出现了故障 楚颜的病房失火 不是意外 是人为的 你是说 有人故意伤害楚颜 目前警方已经确认了 纵火嫌疑人的线索 什么线索 耳环的主人 我 这 这怎么可能 你的耳环在楚颜的手里 在没有别的证据 指向其他人之前 你就是第一嫌疑人 这 这不是玩笑吗 我 我为什么要伤害楚颜呢 我知道 我知道跟你无关 你放心吧 睦睦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可我的耳环 为什么会在楚颜手里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设计这起事件的人 他的目标应该不是楚颜 而是你 而是你 礼物 難道是指耳環 給我查一條信息的定位 我那天就是在這兒 和楚嫣見面的 應該是有人 故意引我們過來的 老闆 這附近的監控 被刪了十分鐘左右 這時間段正好是我們收到 短信的時間段 計劃得這麼周全 一定有引我們過來的目的 你不回到過程 怎麼會 叫他 到達了 你還不回家 你到達了 他幾個 就算了吧 他等他 又從頭那裡 只能讓他 有了这张照片 我是不是 就会被当成 是伤害楚颜的人 我知道你不是 走 我们先回去 王队长 是有什么新进展了吗 关于楚颜先生的案件 我们想请夏小姐协助调查 王队长 一张照片而已 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您作为楚先生的朋友 应该协助警方调查 而不是干预案件的进程 可调查夏琳就是在找弯路 与其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查一下别的线索 我愿意配合调查 王队长 我们都希望警方能尽早破案 早日找出凶手 来证明我的清白 也给关心楚颜的人一个交代 谢谢你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在外面等你 木木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知道 我就当做失去体验生活了 没准以后 还有人找我拍刑侦剧呢 你放心吧 老板 照片在我们到达案发现场时 就已经被发布到了网上 我已经叫人去查IP地址了 我面走 李璐我给你放桌上了 姐 彤彤 你怎麼在這兒 他們找我來問你的事 我不知道什麼情況 就照實說了 只是例行詢問 楊小姐 你可以先離開了 姐 你不會有事吧 你別擔心 你先回去吧 根據楊童公寓外的 監控錄像顯示 你在昨天晚上七點到八點 這段時間都在外面 我是去市場買菜了 有沒有人可以給你作證 賣芹菜的老奶奶 她找了我二十塊錢 應該還能記得我 還有嗎 和一個賣紅糖的小姑娘 聊了會兒天 小姑娘 有多小 大概這麼高 七八歲左右吧 你就沒有可以錄口公的 失靈證人嗎 我在市場門口 還碰到了一個遛狗的大爺 但我不確定 他會不會再過去了 小小姐 我們今天的對話 都會被記錄在案 我希望你認真對待 警察同志 我比誰都著急 也更想知道傷害楚嫣的人 可我不明白 你為什麼揪著我買菜這件事 這跟案件有什麼關係啊 你離開公寓這段時間 跟楚嫣病房起火的時間 正好吻合 你說懷疑我 沒去買菜 而是去了醫院 而你的行蹤 正好滿足作案條件 王隊 林先生那邊有新的證據 知道了 你不覺得 那天在網上公佈的照片 有問題嗎 技術科 已經進行了對比分析 確認了照片的真實性 是 照片是真的 但是刻意選擇了拍攝角度 你的意思是 王隊長 這是網絡上最新發佈照片的 IP地址 在國外 刻意選擇了一個 難以追蹤的地址 很明顯 這是有人早有準備 刺激陷害 光憑一個IP地址 還不能證明夏小姐 就是被人陷害的 我們通過這部手機的 信號定位 找到了那個地方 而且照片 就是這部手機所拍攝的 當天所有的監控 都被提前刪除了 王隊長 您不覺得很巧合嗎 林先生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想保釋下令 夏小姐 能不能解釋一下那張照片 你是作為嫌疑人 接受警方調查的嗎 不好意思 讓一下 請問您是林一中 不好意思 請您說一下吧 對啊 別擔心 你再解釋一下吧 請您解釋一下 說兩句吧 夏小姐 您回答一下 說兩句吧 我是林一中 我跟夏小姐 都是楚先生 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絕不可能做出 任何傷害 楚先生的事情 另外此案現在 正在調查之中 所以希望大家謹言慎行 如果有任何惡意 誹謗重傷傷害到 夏小姐的話 我一定會不計一切代價 追究其法律責任 走 各位請回吧 你再說一句吧 您再說一句吧 您再說一句吧 林先生 對不起啊 堂堂林氏總裁 第一次公開亮相 竟然是在警察局 沒事 能跟夫人同框 我當然要好好把握了 走吧 是你害死了我兒子 竟然還有臉到這兒來 你給我滾出去 楚伯父 我非常能理解 你失去兒子的痛 但請你注意一下措辭 林依舟 你千方百計 拿到我的委託權 原來就是為了掩護他 楚先生 請您節哀 我知道我現在說什麼 你都不會相信 我也不再解釋什麼 我只期望 現在能夠盡快找出 傷害楚顏的人 然後將他繩之以法 從楚顏為了你跟我作對開始 我就知道你早晚會害了他 就因為你 楚顏才有今天這個下場 我 楚伯父 節哀順便 我們先走了 好 他剛剛說我會害了楚顏 是什麼意思啊 老人家的氣話 別放在心上 老闆 夫人 我先去車上等你 老闆 老闆 從案發現場離開後 我就請私家偵探 重新調查了楊童的背景 發現 跟之前有很大出入 一會兒我們過去會會的 是 安然 看到我很驚訝嗎 連犯罪嫌疑人都能來 我這個好朋友到場很意外嗎 來不來隨便你 與我無關 與你無關 那楚顏在天之靈 恐怕要傷透心了 你什麼意思 他為了你不惜和他父親翻臉 拒絕聯姻 除了他喜歡你 還能有什麼別的意思 不可能你不要胡說 楚顏在世的時候 你裝傻充愣 現在他不在了 你還妄想 繼續心安理得的生活嗎 不管你說的是不是真的 楚顏是我跟益州的朋友 這點永遠都不會變 楚顏離世 對我 對所有喜歡他支持他的人 都是莫大的傷害 沒有人能逃脫 對失去人的思念 而我現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帶著楚顏的希望 繼續生活下去 我相信 這也是楚顏希望看到的 你真 莫莫 我臨時有點事 不能送你回去了 找了別人送你 是跟案子有關嗎 別多想了 公司的事 好 你去忙你的 不用管我 那你回家等我啊 好 小姑娘 你是追你男朋友還是老公啊 老公 你老公出軌了 誰出軌了 有你這麼聊天的嗎 看你這樣子 十五八九是在捉肩的 改情你這是作戰經驗豐富啊 我老公是不會出軌的 小姑娘 那確實是我老公 車廢 老公是不會出軌的 他還在捉肩上 我肯定要捉肩上 你肯定要捉肩上 你的й轉 你肯定要捉肩上 你肯定要捉肩上 你的一種肯定要捉肩上 你肯定要捉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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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能力摆这么大一盘局 告诉我幕后主使是谁 我可以放过你 姐夫 我真的没有拍过这张照片 那天我一直在车里 那个出租车司机可以替我作证的 你是知道那个司机早就失踪了 才这么有底气的吗 姐夫 我真的不知道 好 我给你一个机会证明 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一七年这段时间 你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 姐夫 我就是一个从农村来的小姑娘 我家的情况那天你也都看见了 说在多位也说不出什么了 你要是还怀疑我的话 那我只能跟我姐解释了 我劝你现在最好放清楚一点 我不是你的夏琳姐姐 对你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姐姐 你快劝劝姐夫吧 她竟然怀疑我联合外人来害你 所以你要瞒着我逼供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怕你心软 不舍得 林一舟 我虽然没有你那么运筹帷幄 但我也不是没有脑子的笨蛋 姐姐 彤彤 你说话告诉我 这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个小女孩可真厉害 可以一个人 生活在荒郊岩岭的地方 每天砍柴 生火 做饭 还要养护山上的果树 可渐渐我却发现 你的这双手 和真正做过农活的人不太一样 常年握笔的人都会生茧子 更何况是每天护府头砍柴的人 你说呢 姐 我对不起你 是我骗了你 我只是想在城里找份好的工作 我真的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的生活 才这样的 一开始我也这么安慰自己 我也确实没发现你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所以我才对你放下贼心 可现在 我不得不怀你了 姐 你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你再相信我一次 求你了 求你了 事到如今 无论这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我都不可能把你再留在我身边了 更何况 我相信林立中 她不会无缘无故地怀疑你 可是 你们不能因为我说了一次话 就把所有的错案在我身上 姐 你好好想想 我在你身边待那么久 我什么时候做过伤害你的事情 你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我记得你以前从来不会通经的 怎么会在医院看完处言后 就说自己肚子疼 而且家里刚好没有红糖 我只能出去给你买 这些看似顺理成章的巧合 都是一步步把我推向杀人凶手的陷阱 我说得对吗 如果你还念及我们这段时间的姐妹情分 你就告诉我 幕后指示你的人到底是谁 我保证 不会追究你的任何责任 如果你不说 我只能把你交给她 是 我说 我说 是 是安然 安然给洛伊一笔钱 让我盯着你和主言哥哥 那天我拍到照片之后 就发给他了 然后 我又在病房里发现了你的耳环 他知道了之后 就让我想办法拖住你 想什么呢 你相信杨童说的话吗 这事情一发生 我最先调查的是安然 但是什么也没查出来 如果他是在说谎 他为什么要栽赃给安然呢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你不是说幕后的人 真正的目标不是楚言而是我 而且安然恨透了我 他既有作案实力 又有作案动机 可我就是想不明白 他怎么会对楚言这么狠心 早点休息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 就知道自己躲起来难过 喂 帮我调查一个人的下落 低调一点 来 喂 喂 灵灵 我这山里没有网 才看到新闻 你在哪儿啊 我在灵异州家 你等着啊 我马上就回去啊 我没事 你不用 这个急脾气 哦 对了 新闻 你们根本不了解灵异州 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他 不行 不行 我这么公然维护 只会越渺越黑 不行 灵贝斯是被下降头了吧 灵异州IQ146 被下降头了 也比一般人聪明 灵异州这是放飞自我的节奏 放飞自我是这么用的吗 嗯 放飞自我 就是放飞自己 追求梦想 大家多读点书吧 老板 截止到今天上午十一点 临时期下的所有购物中心 商场 超市等 银额都有小幅度下降 预计 还会有下降的趋势 每天营业结束之后 统计一份数据给我 还有所有的商场 提前装修 降低损失 这样也可以趁机清理一批 如注的品牌 是 好 好 辛苦了 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还有事吗 老板 您保释夫人的事 已经在网上发酵 都是有关您的负面行为 这种事情就不用跟我汇报了 交给公关部处理 已经有人 抢在公关部门前面了 那我先出去了 喂 在干嘛呢 我 我在看书 是吗 我还害怕你看到网上那些言论 会让你觉得难过呢 你也看到了 对啊 我也算是体验了一把 网络暴力吧 一群陌生人胡说八道 没什么好看的 我觉得你 不使用社交网络 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不过发现网上一直有一个叫 真相只有一个的人 才替我说话 你别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你就好好工作吧 我先忙了 拜拜 这屋里 不会装监控了吧 我还努力写剧本呢 想着有朝一日 让楚大神烟火男主角 结果 结果他就这么走了 我一直都无法相信楚言的事 感觉很不真实 感觉很不真实 这个阴魂不散的黯然 张了一副大家闺秀的脸 心怎么能这么狠啊 我现在怀疑 上次设计我去酒吧面试的人 就是他 有可能 上次是你和楚言 结果没有成功 这次他就加大力度 不仅把你抹黑了 还把林波斯拉下水 真是一箭三雕 林一舟的名声 已经被我毁得差不多了 我现在都不敢去见奶奶了 只能怪林波斯是蓝颜祸水啊 安然对他爱而不得 所以 你和楚大神才遭此劫难 我楚大神的命 怎么这么惨啊 贾小姐也在啊 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想回来陪你 我去一趟戏手间 说什么呢 没什么 你干吗躲我 我躲你干吗 我最近都忙得快留心不认了 哪有时间躲你啊 太怕自己当回事了 我们需要谈谈 没空 你亲我就有空了 我那事错把你当成了我的偶像 亲错了不行吗 没认错你就能随便亲吗 反正亲都亲了 我还没说什么 你倒有意见了 你是我爸我妈 还是我那朋友 加菲 雯丽跟我进来一趟 是 你们两个 什么情况啊 你快别问了 总之婚礼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我必须得搬炸了 你一定要收留我知道吗 你要救我一命啊 否则我就完蛋了 公司那边什么情况 就是楚言的粉丝和自发的群众 躲在门口 说您利用直权罔顾法律 掩盖夫人杀害楚言的事实 我还没有追究他们匪谤重伤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他们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通知法务部 给他们每人寄一封律师函 明白 对了 最近董事会的人 好像对您和夫人的留言 十分关注 如果再不制止的话 恐怕就会惊动董事会了 帮我准备一场新闻发布会 有些事情 是 各位新闻媒体朋友 大家上午好 欢迎来参加 临时集团的新闻发布会 这次发布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发布会内容跟夏小姐有关吗 各位伤安物造 今天请各位来 主要是有两件事要分布 两件事 林一舟怎么一件事都没跟我说 你听着不就好 第一件 林一师集团董事长林一舟先生 与夏琳小姐 于2018年2月25日 结为合法夫妻 她是不是疯了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公开关系 林一舟实在是太有man 不枉我粉了她这么多年 已婚这么久 为什么选择现在公开 为什么林先生没有出席 现在公开是否跟褚元的案件有关 可以说明一下吗 褚元的案件有关吗 可以解释一下吗 是 请解释一下 说两句吧 请您说两句 解释一下吧 大家想关心的问题 也是我想知道的 那我们就等我先生来了 一起给大家解释 这个问题我可以为各位解答 这不是什么样的 不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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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块 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 肯定有点 是什么样的 他肯定是什么样的 他肯定是什么样的 说什么样的 肯定是个证据的 杨童你这个叛徒 这一句吧 好 诸位 我今天来 就是想揭开这位林夫人的真面目 好让我的好友楚颜 入土为安 真面目 这是真相吗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真相 什么样的真相啊 各位好 我是林夫人的助理 我要指认 林夫人 就是杀害楚颜的凶手 杨童 我一再给你退路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你有什么证据吗 那天他去见楚颜的时候 我也在查 我亲眼看到他跟楚颜 发生争执 楚颜差一点 就被他推下去了 我替楚颜感到不孤 所以 就拍了照片 发布到网上 但这也只能证明 林夫人是嫌疑人 不能明确地说明 他这是杀人凶手啊 是啊 是啊 这不能证明 他是杀人凶手啊 我今天带来一段视频 大家看了 自然就会明白 还有谁 你过来 准备 quickly 不是这样吗 快拍下来 快快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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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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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来拍下来 快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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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被曝光 影响她林夫人的身份 所以就借着买菜的机会 先到医院 杀了楚言 再回家给我做饭 制造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据 杨童 你什么时候这么会讲故事 我都要细以为真了 夏琳 你能蒙骗得了易周哥哥 用你林夫人的名头 来掩饰你嫌疑人的身份 但是这些证据 是没有办法掩饰的 你 就是杀害楚言的凶手 就算易周哥哥到场 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请显示一下 说两句吧 如果再加上我呢 说三句 best 是三句 只是 viewing 如果她这样 成说 好吧 老板 闻离 网上这些言论先不用着急处理了 可您不是一直讨厌 被人意乐吗 我总不能因小失大 就这么错过了我太太 向我表示爱意的时刻吧 算了 不跟你说 说了你也不懂 你又没太太 老板 这能算工伤吗